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好公开课 这一次我们接着来谈 沙皇制度解体的深层原因 当然我们都知道 导致沙皇帝国解体的直接导火现世 参加一次大战 耗尽国家元气 但是这可以解释国家为何解体 却无法说明 为什么俄国人从此不要沙皇了 更无法说明 为什么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会在俄国建立 想知道这些更深层问题的答案 得从更底层的社会阶层因素来探讨 让我们先从俄国社会的两大阶层 贵族与农奴谈起吧 正是这两个阶级的先后反叛 让俄国沙皇制度走到了尽头 等等这有点不对 农奴反抗还可以理解 贵族跟沙皇不都是统治阶级吗 贵族干嘛要反抗沙皇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如果你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很了解 那么有这种疑问是很合理的 因为在西欧状况通常是这个样子的 奉献贵族贪婪残暴 农奴长年遭到剥削 然后随着工商业繁荣 资本主义发展 创造出中产阶级这个新力量 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 提出理论号召群众 最终被压迫老虎大众彻底达倒统治阶级 如何熟悉吧 这是教科书士的经典三段论证 但是这种观点用来解释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可以 因为在法国 贵族以教室被专制王权收编了 的确就是帮着国王剥削民众的同路人 所以三级婚姻一召开 民众就怒了 同志就被打倒了 不过在俄罗斯情况比这个复杂很多 比如说 我们之前多次说过的 几个世纪以来 农奴从来不曾反抗沙皇 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针对贵族的 还有被沙皇流放弃佛利亚的政治犯案 百分之76都是贵族出身 这怎么理解啊 难道农奴支持沙皇 贵族反对沙皇 这不太对吧 是否集中令有蹊跷 想了解各种缘由 我们得先搞清楚 俄罗斯贵族与西欧贵族的差异 这两者虽然都是贵族 但是形成机制大不相同 背后有深层的历史背景 与地理环境因素差异 先动我们更熟悉的西欧贵族制度说起吧 想认识陌生的新知识 从熟悉的既有知识体系 开始建立连结最好 通常说到西欧的贵族 大家都会直觉里想到 那个经典的五等风爵制度 也就会被翻译为 公侯博子男的五个贵族等级 这其实是19世纪中期 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以后 翻译英国贵族制度 所创造的对应标准 日本人把英国当时的五个贵族等级 与中国历史上最通用的 五等风爵制度对照 这种对照虽然不能说很精确 但是却很通俗易懂 后来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简单解释一下英国的五个贵族等级吧 公爵 这种爵位源于罗马帝国后期的高级将领 本来专指防守边疆或出称外地的罗马将军 后来热曼蛮族觉得这种称呼很风光啊 于是各地部落首领纷纷自称 统治某地的大将军 也就是公爵啊 而这些部落首领拥有的地盘 也就理所到你称为大公国了 简单的说大公爵就是一国之主 不过请注意啊 虽然都是一国之主 但是公爵不是国王 在欧洲要称王通常要有教会加持 比如西洛马帝国统治瓦解之后 西欧最大的蛮族国家是法兰克王国 但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前 这群法兰克人的国王都是自己封的草头王啊 其他民族没人承认上不了台面 人家只认罗马正统皇帝 那个在拜占庭 蛮族自封的这种称号出了门就没人搭理了 更别说建立什么统治正当性了 这种蛮族国家动不动就有人叛乱造反 谁管你是什么国王啊 老子认得你是国王 手里是可刀可不认识啊 几百年来动不动就打了鸡飞狗跳 好不热闹啊 嗯那该怎么建立统治正当性呢 这是个好问题啊 在中国你得有正统 在欧洲你得有教会 毕竟教会障往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当时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比如说法兰克王国在克罗维王朝末期 工相批评要串罗王位时 他就很诚实的向罗马教宗询问 究竟是拥有学通者为王 还是拥有实权者可为王 教会暗示他 遵从上帝的就是国王 当然这样说太直白了 教会公开的说法是 谁为法兰克操劳 谁就是他的主人 你批 你细批 总之搞清楚政治正确规则之后 批评父子靠着不断捍卫教会权威 获得教宗的加冕 终于得以成王 此后批评还搞陷土 换得教会代代为统治提供合法性权威啊 此后这一招就被各大蛮族部落效法 各国国王几乎都必须由教会加冕 不然根本没人认账 如果嫌这一段太复杂你就记住 自封的最多当公爵 想当国王得靠教会 接着是侯爵 这一集的贵族比较特别 数量特别少 通常只有在神罗境内才会有这种风爵 主要是当时的边境殖民总督演变而来的 通常只统侠某地理区的封江大吏 伯爵 这一集爵位的历史悠久 罗马帝国晚期就有 主要是封给皇帝信任的军官 拥有这一集封爵的人 往往都是职业军官啊 此爵 表示次于伯爵 但是高于南爵的地位 南爵 源自于日尔曼古语 原意是管理国王土地的王室官吏 如何发现了吗 这些爵位来源五花八门地位高低南辩 更没有什么清楚的上下级管辖关系啊 是欧洲一千多年来累积形成的土地贵族的总称 这些人最主要的共通点就是有世袭土地 这项特权而已 很难说有什么成体系的关系网 而且国王跟皇帝在大多处的时候 通常也叫不动国内的各级贵族 还有因为土地很珍贵 所以农奴一开始是心甘情愿的放弃自由 居住在贵族所开辟或者占领的土地上 以提供劳力服务上缴农作物为代价 换取贵族的保护与照顾啊 也就是说西欧的贵族 世袭拥有土地与农奴 这通常不是国王给的 国王也拿不走 国王如果想获得贵族的支持 得给出高额回报 比如免税什么的 玩得好的话就是法国的路易十四那样 用种种手段换取贵族的服务共同统治 一代代的压榨剥削累积农民的怒火 最后搞到子孙被愤怒的民众 受伤断头台 玩得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英国的约翰王那样 被贵族联手发动军队打倒 然后签订个什么大宪章 被迫让出部分权力换取继续存在 这是西欧的贵族与国王的关系 但这与俄罗斯的贵族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么俄罗斯的贵族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具体说说 沙皇帝国的贵族体系吧 在俄罗斯想成为贵族的管道相当广泛 而且与家庭经济地位不完全相关 也就是说贵族并非一定锦衣玉食 不可敌国的有 家境不宽裕的也有 什么意思啊 贵族又穷的 是的 这是俄罗斯贵族与西欧贵族最大的差异 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总统说起好了 想分类俄国贵族可以用三个标准 一有无头衔 二可否世袭爵位 三有无沙皇风刺的土地 其中第一个标准最重要 有头衔的贵族通称 这种人通常是前朝 也就是琉璃克王朝的王公后代 家世背景东不东几百上千年 树打根深 面对这些前朝遗老 如果要通通连根拔起 干系太大划不来啊 不如政治笼络吧 除了承认这些人 祖传土地的合法性之外 历代沙皇往往都还额外风振土地 赐予农奴换取这些大规族的宣誓效忠 如果套用独裁这手册的理论 这些人就是沙皇的至胜联盟成员啊 爵位基本上都是世袭公爵 除了这种前朝遗老之外 还有个比较特别的群体也是这一类 那就是归附俄国的各地蛮族酋长 比如突厥系蒙古系高加索系通古斯系 这很好理解 这些人跟前朝遗老一样也是代相投靠的 所以也属于值得被统战的对象 只要肯顺从沙皇献上部落领土 就能获得公爵的头衔还世袭往地 前朝遗老家满族酋长组成的公爵世家 在俄罗斯有好几十个 这些人当然不穷啊 这是最尊贵的一群 也是最需要被提防的一群 所以主要都被集中在首都居住 号称宫廷贵族 一来首都生活优渥 方便贵族们宴会享乐 再者住在首都圣彼得堡 也意味着跟广大的俄罗斯民众隔绝开来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危险啊 至少大多数时候不危险 这些宫廷贵族就是大众想象中的那种贵族 穿着华贵 谈情说爱 赌博决斗 醉生梦死 天天参加宴会 人人都说法语啊 对沙皇来说 这样其实最好 在几百年之间 沙皇就是这样养着这些贵族的 可是这样一来国家没有竞争力啊 统治街人都是这些酒囊饭袋 跟中国在魏晋南北潮时期的私家大族一样 心不起外力挑战了 在彼得大帝之前的沙皇而果 之所以被瑞典波兰这些邻国轮流上门欺负 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啊 统治精英不给力啊 18世纪之前的冷兵器时代 打仗还能靠人多不怕死硬扛 到了18世纪 西欧那边都鸟枪换炮了 再搞这种世袭贵族体制 那恐怕是要亡国啊 于是彼得大帝引进了西方科技与思想 问题是 改革之后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官僚效率倒是提高了 不过贵族的思想也跟着转变 因为启蒙思想也跟着这些科技传入了 这跟后来大清搞洋务运动 搞到最后搞出一大堆革命党何其相似啊 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之后 西欧启蒙思想逐渐变成贵族的普遍理念 在贵族沙龙里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朗朗上口 这非常进步非常启蒙啊 可是这些贵族一出门 撒黄酸智跟农奴斑斑血泪就映入眼帘 这不得搞出进程分裂吗 于是越来越多大贵族们开始怀疑人生 他们怀疑自己生来就锦衣玉食的生活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凭什么我们可以有这种特权呢 凭什么撒黄可以奴役我们与农民呢 这种想法在贵族们亲自去了一趟法国 打垮了拿破仑 顺便喝了几杯欧雷咖啡之后 就发展成怒吼 为什么我高贵的祖国比西欧乐厚这么多呢 然后高级贵族们就拿着刀枪朝撒黄去了 是的 我说的就是十二月党人 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请客吃饭的方式来干革命了吧 出生背景所现啊 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后来沙皇对这些人的感想是 别国的造反是马夫想当贵族 我国的造反是贵族想当马夫 找谁说理去啊 当然啦 这些人虽然不是变通有点迂腐 但是却是俄罗斯精神的脊梁 是俄罗斯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不过这些人只是少数啊 充其量也就几千人 在十多万贵族当中只占个零头 所以精神虽然宝贵却无关大局 这些人只能起到带头作用 算不上撒黄制度真正的掘墓人啊 那么谁是呢 来看看其他贵族是怎么来的 这其他贵族基本上都是撒黄提拔的 毕竟祖坟冒清烟这种事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如果你祖上没有什么几百年的琉里克血脉 也不是什么需要被统战的对象 那么想当上贵族就得割凭本事了 当然方法也不少 毕竟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 俄罗斯官僚机构扩大急需各种人才 只要你能有表现 当贵族还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你当官表现极佳做到一二品官 或者说你当女皇的枕边人表现极佳 那么获奉一个伯爵并不太困难 当然能当官能获得女皇期赖的 至少也得是小贵族家庭的子弟才行 平民免谈啊 但这至少是个阶级流动的机会总比没有好吧 还有沙皇比较不挑剔 来自神罗的贵族 在沙皇的宫廷也很吃香 甚至混得更好 比如日本人民的老朋友 热二战争名将罗切斯文斯基就是 看过热二战争系列的朋友 应该都对他印象深刻吧 他就是这种外来贵族 不过如果没有宫廷贵族悠久血脉加持 能拿到的最高也就是伯爵 顺口一提 在这种官僚贵族群体当中 有一大群是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裔贵族 这些人都是德意志骑士团征服者的后代 跟他们在东普鲁士的堂兄弟们非常相似 你可以理解为俄罗斯版本的军官团 历代沙皇以高官后路换取他们的效忠 他们是俄罗斯帝国官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军队战斗力核心 也是贵族的中间群体呀 以上基本上都是靠血缘的 那么如果你没能投胎到贵族家庭当中 还有可能当贵族吗 还是可以的 不过只能当男爵 而且获得难度极大属于哈的模式 你要么家财万贯捐助巨额军费 忠诚于国事 把沙皇对你好感度刷到最满 那么你就得获得进入贵族阶层的门票 比如说 家族 这是16世纪发架的大地主家族 在乌拉尔地区呼风唤雨的超级土豪 具体来说是多大的地主 6000万俄姆的土地 就这么大 在捐助了上百年军费之后 终于在1722年被彼得大帝封为男爵 当然人家并不是靠这个爵位吃饭的 而是想借此混一张进入圣彼得保宫廷的门票 果然一百多年之后 这个家族的子弟就当上了沙皇的进程 那么如果家里没那么多钱呢 那就得上战场玩命啊 只要赶上国家有战事 那就能靠打仗升官 只要能升上一二平五官 比如说炮兵司令 就能获封男爵 不过一将功臣万古窟 几率是乐透极的 以上所说的是有头衔的贵族 算是生活还算过得去的贵族 但头头加起来也觉得一万来人还是少数 剩下十多万俄罗斯贵族还有两种 一种是无头衔 但是可世袭的贵族 称为 这种贵族应该没有头衔 也没有封藏土地什么的 只是个荣誉身份 所以获得的难度低很多 通常只要当上中级官员就有机会拿到 1722年到1845年之间 八品以上的文官 十四品以上的五官 都可以被封为世袭贵族 甚至你当沙皇的马车夫 也有机会获封 在18世纪的俄罗斯宫廷 宫廷的锅炉宫 马厩管理员 甚至宫廷歌手 都有机会变成这种无头衔贵族 我们之前说过的列宁的父亲 就是这种无头衔贵族 因为他靠着努力 当到了省政府教育顾问的官位 那么这种贵族有啥用呢 既然拿到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待遇 不过这毕竟是贵族身份 在生活中比起真正的平头百姓 还是有种种特权的 从正面意义来说 有这种身份 可以就读贵族学校 想当官想晋升比较容易 从萧綦意义来说 如果不幸被流放 也可以换个比较好的待遇 最后就是非世袭的个人贵族 这是一种个人荣誉 简单来说算是有勋章的人吧 这三种贵族别看都挂着贵族的头衔 地位差距有如云泥 如果拥有撒谎赐予的土地与农奴 那么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土皇帝 因为拥有大量土地和撒谎赏赐的农奴 除了欺然霸女 发现男性荷尔蒙之外 这些贵族没别的事情好干 比如普希辛写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 就是描述这种土豪贵族的故事 里面的贵族在福地里养了16个婢女 每个斯拉夫金发大牛的房门都上了锁 钥匙只有贵族老爷本人有啊 通常在老爷喝了受信大发后 就随手挑一扇门打开来发泄 普希辛的小说把过程写得很详细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空听这些细节 所以我们就省略不说啦 不用谢我啦 但是如果没有杀王资予的土地呢 那么这种贵族头衔就是一种讽刺了 要知道根据俄罗斯的法律 如果你曾经受封贵族 那么即使你后代家道中落了 他们也不会因此被尺夺贵族身份 这样说吧 俄国贵族在总人口中占1.5%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铁饭碗 贵族身份首先是一种荣誉 并代表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享受权 但是对其中相反一部分的人来说 在俄国社会开始工商业化之后 这种福利就开始随着通货膨胀而削弱 无法跟上时代潮流的人 往往会逐渐沉沦甚至变成社会底层 根据俄国内务部在1846年的统计 全俄国253100名登记在案的世袭贵族当中 已经有10万9400名的职业四更农了 也就是说他们顶多只能算富农而已 更等而恰似的是几万名失地贵族 这些贵族家庭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土地 男性只能变成流浪者或乞丐 女性甚至变成出卖身体的性工作者 这种现象并不是十月革命之后才有的 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西游的贵族是国王的同党 而俄罗斯的贵族却是革命的火种了吧 因为贵族有种种不满 高层贵族在理念上对撒谎专制不满 中低层贵族则因为经济地位窘迫而不满 所以他们天然的不会想要捍卫君主专制 不过这些贵族毕竟人数少 在种人口当中只占1.5% 当火种可以 当燃料却先不够 所以革命的火焰还需要农奴的愤怒来助燃 那么俄国农奴又是为了什么开始反抗的呢 先说说俄国农奴是怎么来的吧 在俄罗斯广阔的土地上有数万个自然村落 每个村落几百到几千人 这就是农奴的来源 那么这些农奴过着什么日子呢 1861年之前的俄罗斯农民有两大类 1.生活在沙皇国有土地上的农民占百分之62 2.生活在贵族私有土地上的农民占百分之38 不过就算你是生活在贵族私有土地上 也必须对沙皇效忠尽义务 当拿破仑打上门来的时候 统统都得上 农村生活以村舍为中心进行运作 分布于各地的村舍是独立的 大部分自给自足 农奴是世袭的 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土地 通常村落中最肥沃的土地 由沙皇赏赐给贵族 收益可以让贵族享受 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 则不能随意迁居 由贵族替沙皇看管 平时种地暂时服兵役 所以叫做农奴 农奴所拥有的土地 就是村子里剩下的土地 法持村子的公有制 也就是俗称的米尔制 虽然是沙皇赐给农奴们 维持生活用的 每个家庭能分到多少土地 由米尔首领决定 为亲米尔首领同意 也不能出售或遗政所持有的土地 注意这个特性 这意味着土地不属于贵族 而属于沙皇 所以俄罗斯农奴与西欧农奴不同 他们直接效忠于沙皇 贵族不可能只为他们叛乱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 所有针对沙皇的叛乱 都是贵族发动的 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 农奴从来没有想要推翻过沙皇 这就是为什么贵族对沙皇 有很多不满 但却没有任何人能成功造反的原因 不过这种忠诚的农奴 也没什么生产力 通常就是混日子 缴税交租福福苦役 一辈子忍忍就过去了 只要终于沙皇 就可以等着死后上天堂 这在中世纪是完美的被统治者 沙皇爱死了这些听话的农奴 悉心呵护 希望他们永远都这么无知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 英法打到家门口来了 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 沙皇宫廷开始检讨 为什么我们这么落后呢 宫廷归着我们七水八舌的分析 最后的结论是 是农奴没有解放造成的 你看看人家西欧社会 多么先进有文化 这些论调其实也不新鲜 喊了几十年了 只是过去沙皇可以充耳不闻 现在果难当头 沙皇的意志动摇啦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好吧 那就解放农奴吧 然后沙皇就上了贵族的当 1861年 雅历三大二世签署 解放农奴宣言 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度 死后每个俄罗斯农民 都有公民权 人身自由 并且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听起来很棒对吧 的确 解放农奴在俄罗斯 是个划时代的改革 但是最终以失败收场 为什么呢 因为改革的方向错了 雅历三大二世想两面讨好 一来解放农奴 释放社会活力 二来保留部分地主权力 以免激起反叛 具体来说 做法是 从前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农民 将可移双方协商 结果得到部分土地 地主有准失由国家担保 以债券和农民付款的方式赔偿 这些购地的债务 农民以49年分期付款来结清 听起来好像不错 实则不然 因为这样一来 这个改革就变掉了 怎么说呢 首先改革法案规定 农奴需要向贵族购买土地 这就让农奴很不能接受 农民传统观念是 土地属于沙皇 我使用沙皇的土地 缴交付税我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我得向贵族赎买 凭什么 相心比心 这种不满情绪是很自然的 再来买就买吧 还买到最烂的土地 因为沙皇政府 没有那么多专业官僚 根本不可能派人到每个村社去精细划分 所以买卖土地的划分权限 这个法案授权给了贵族 这下子农民就惨 贵族当然会把肥沃的土地都留给自己 而把那些贫瘠的恶地卖给农民 这样一来 农民理论上是花了钱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但是实际上 收成根本无法养家活口 何况 原先要交给沙皇的租税也不能少 这下子农民只能向贵族租电肥沃的土地 这样一来 又得把收成跟贵族对半分 最糟糕的是现在农民是自根农 封年还好可以勉强生存下去 如果碰上荒年呢 以前农奴苦虽苦 但是有基本保障 法律规定 就算颗粒无收 地主也必须养活农奴 因为农奴是沙皇托付给地主的不能损坏 可是现在没有农奴 通通都是自根农 碰上了荒年 那可就要二嫖遍野了 自由虽然很美好 但它的代价却让人忘了生畏 这并不是想象的场景 说个具体的案例 早在沙皇颁布农奴解放法案之前的五年 思想很先进的贵族大温豪托尔斯泰 就曾经想解放自家的农奴 结果被自家农奴一致反对 这些农奴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当农奴 因为农奴们知道 如果单靠自己生活很有可能会饿死 那也不如靠地主跟沙皇 过一天算一天吧 总结一下 所谓的解放农奴 其实是结怨天下 在这个法令颁布后 习治的农奴被要求 以政府规定的土地价格 向他们习治的主人购买土地 但是因为农民根本没有财产 于是政府为他们提供了贷款 农民为了偿还这笔贷款 只好继续为习治的地主工作 自由没有真正到手 债务倒是增加很多 而且农民若预期还款 政府就会派遣警察和官员催逼还债 还不起就送西波利亚流放 这是让农奴对沙皇的敬爱变成了怨恨 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逃亡 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也就是贵族活种们等待多年的燃料啊 在这种痛苦累积20年之后 沙皇亚历三大二十人 终于明白自己的愚蠢 因为当时的俄国社会变得混乱无序 而且充满仇恨 这让沙皇觉得无法理解 我给了你们自由 你们却用叛乱来回报 然后沙皇开始转趋保守 用铁腕手段镇压各种反对派 希望重整社会秩序 至少恢复到以前那样 但是已经给出了自由 哪有可能收回呢 沙皇的镇压 反而让他成为革命党的死敌啊 1881年3月13日 雅历三大二十上街巡视 却被人命意志党的成员 以炸弹炸得不成人形当场驾崩 成为俄罗斯帝国立正君主理 下场第二悲惨的 沙皇的死是一场悲剧 而且是悲剧的开端 死后俄罗斯的动乱愈演愈烈 体制内的改革希望已经消失 沙皇制度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 你说谁是沙皇制度的掘墓人呢 以上就是本节节目 本节节目是依靠天皇公开课的会员朋友热情赞助的制作完成的 如果你也希望持续听到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欢迎你加入赞助的行列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